安心偷食事件曝光後 兩位當事人都善後作出回應 不過身為許志安和鄭壽文朋友的劉浩龍 就說不敢打擾他們 這段時間不應該騷擾任何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時刻 就不應該騷擾大家 給大家一段時間去喘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覺得… 當日有份出席生日Party的劉浩龍 見到消息後都說嚇了一跳 生日會上又有沒有見到甚麼異樣呢 其實那晚也是一群人吃飯 也吃飯 臨風這陣子就經常傳好事 反觀五千語就好像沒甚麼聲氣 現在這樣挺好 有時隨緣感情很難 要來就當不了 有沒有好介紹